A.G.伊诺登顶巅峰赛第一 为此宝宝巴士又吵起来 最初抱伊诺登顶嘴脸 就在王者亚运锦罗密鼓的宣传时 另一面六位首发选手也没有放下正式服 尤其是A.G.伊诺 以2631分的巅峰赛积分登顶第一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伊诺一共才开了236把游戏 射手137把 同时总胜率69.1% 射手胜率74.5% 非常之高 而就在伊诺登顶巅峰榜以后 宝宝巴士得到消息不禁讨论起来 又因为观点不同而吵起来了 真的有意思了 葛大爷更是嚣张说到就差两分 他也可以 并且最初爆出伊诺到了这个段位 嘴脸一定是先不打的停一下 伊诺顶峰前十吧 2600啊 他就差两分第一了 他现在就差两分第一了吗伊诺 这么猛吗 两分不随便打 给我来我拿两分随便打 这么猛吗 他现在心情肯定很长 他心情不坦的 他现在应该是笑裂开了 从来没打过巅峰第一 还是说等巅峰第一自己掉下来呢 他肯定打呀 不是真的要把分那么大吗 等别人掉下来和自己打上去 我觉得有区别 真的假的 我就不打 真的有区别 是我我就打 他在俱乐部的时候 如果打到这个时候 他的主意是先不打 真的假的 我也不打 为什么不打 就差两分 那等他掉下来 还是自己打上去 那肯定自己打上去的感觉要爽啊 别人也会想要拉他去的 看那个地 浪不浪 知道吧 不然一把输了就倒了 打一把输了就倒了 打一把输了就自己没打好啊 那能怪谁啊 那只能怪自己啊 确实 这掉下来运气不完 肯定是不能怪自己啊 肯定怪运气不完啊 那 那 葛明年 你上巅峰第七的时候 收手了没 我收了呀 我巅峰第七 我巅峰第七收手了呀 明记巅峰第七 你知道我为什么收手了吗 因为我怕打下去 等到那个号被封了 因为有点和自动的 那个感觉不一样 自动打不上去 我一打就打上去了 我怕到时候说我带打 你知道吗 呃 该说不说 葛大爷还替自己宣传了一波 虽然葛大爷实力不是顶尖 但认真起来 确实可以的 他没打拿的第一 我靠 那到2621分 应该是还没有刷新 伊诺的最高巅峰积分是 2631 细思极恐 其实了解伊诺的都知道 伊诺一直都是巅峰赛 大手子胜率很高 这次努力上分 也许是因为时间充裕 再一个 也是想保持状态 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亚运会结束后 最快回到首发 迎接10月13号的挑杯 看来极光的首发危险了 那么对此 大家觉得亚运后 伊诺能否顺利回归首发